有人向你提出聊天聊天 你又没点那个1,你怎么进呢,这是 这鼠钩为什么这么差啊 嗯 这鼠钩为什么这么差 嗯,那边好像 你,你打个1,你往底下打1 等会儿啊,这个不好用 嗯 嗯 进来了 嗯,好,看打盘戏啊 今天小猴子的1,1,1,8和 今天随人对周燕武那部戏 啊,那先看看小猴子这个吧 嗯 这番其实白喜哈 嗯 这时候走这个,这个现在挺少见的 之后 对手这招比较少见,好像 应该不太好吧 嗯 嗯 这招比较怪异一些吧 嗯 嗯 嗯 之后是这样 这个 嗯 嗯 嗯 走着走着,其实也差不多 嗯 然后是 把你打入了 嗯 打入的话 嗯 感觉现在下边挺大的,上面毕竟还有好几个打入点 嗯,先不打入也行吧 嗯 飞机一下也围不住 嗯 实际上活的倒也不小 外边这招比一拌还是挺厉害的 拌小段包了 嗯 诶,我怎么没显示啊 嗯 那可能是 我怎么没显示啊,老师 那可能卡了吧 嗯 我怎么没显示啊,老师 嗯 嗯 喂 啊 啊 啊 嗯 我这边显示你进来了 我已经打了三次,已经没进去,我这没显示啊,我这显示根本没进去 可能卡一些吧 进来了 这样白玺就气掉了 前面的时候,这个气形还是留下弱点的 这个家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我现在可能觉得气形看上去还挺好的,所以我去夹这个 这不知道走哪更好一些 走这呢 这点挺难选的,不知道走哪 嗯,这样走,留下一个它搬出来的气挺厉害的 这搬出来随时都是排气一个隐患 跟上面打入没关系,这搬随时是有的 嗯,所以你想,补那个班可能往这边打入,还 嗯,跟着它这样走,有可能把班试试补掉 嗯,它开局其实挺怪,走着走着好像也行 嗯,这样黑系围的还是蛮多的呀 嗯,这个空围的可挺多的 嗯,那它抢的时空格比你抢的,上面抢的多多了,是吧 嗯,如果还没完全围起来了,并且我外围也成了一道巨石 嗯,那你刚才我感觉 可能还是跳一个比较好吧 嗯,老师,我外围也不会实战也成了一道巨石吗 为什么就说我亏多了 嗯,它这个卡好像没什么用,卡又把自己靠薄了 嗯 嗯,在党都后手了,它也不应该党 党也没有什么用,好想 嗯 党如果接着先手,接着也不是先手啊 它这党很,它两个党都亏了吧,没有用 给自己越走越薄了 嗯,这个对外边都没影响,这给自己外边弄这么多断点,这全薄了 嗯 它还想高效率的补一下,但是这总是毛病将来 嗯 嗯,本来自己还是挺有手段的,嗯,它搬里头,如果搬外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它肚子这么大,虽然说它即使做的这么大,我将来多好,也许也许还不一定输,但是我10万倍的这么多的这么大,我还是不甘心 嗯,这样就搞不清了哈 嗯,看着好乱呢 白系这儿还是挺有办法的 这个最后变成最杀了 白系已经,刚才已经有机会活了 嗯,这样变成一个打劫了 我已经成功了,它底下已经,它底下即使把门截粘上也吃不了,我全部了,已经成功了 嗯 然后黑系上边隐患还有一些 黑系最后还得后手活 黑系之前的毛病也显现出来了,上面还得多花一手 然后,上,左上角那一块还没活 哦,黑系就难办了 这这块活得也够苦的,这样,黑系应该不太行了 这样黑系应该数比较多了 它还只能扔进来了 嗯,嗯,黑系那块是活的了,是吧 嗯,那之前这个地方 嗯,之前可能交换一下好了,是吧 嗯,之前可能交换一下好了,是吧 厚一点 嗯,不是交换都无所谓实际上,我是觉得,把你…把他走下去,反正把中间这个连大空给我一起来就没事了 嗯 嗯,这他如果能活了还挺大的呀 我活不了 这样差的比较多了 黑棋 上面这两个挡挺不好的 一个是右边的 挡完之后给自己 挡首先画一首棋 画一首棋之后 画一首棋给自己弄个断点 右上角还没活 这黑棋明显没有用斗的 关键它脚挡住也没有用 这还没活呢 即便加一个都没活 这挡就亏了不少 后边这个挡也没有用 这个挡也没啥用 反正这两挡挡好多 至于下边这个地方 这如果能围上的话 我感觉是 还是黑棋好把握吧 如果能围住的话 黑棋好把握 但不一定迎期 毕竟我觉得味道也太差了吧 那里面 味道也差了 如果能不能再抢 那里面要试试 进去 反正我是喜欢下黑棋 它上面两个挡的比较多 后面白棋出棋 它又亏了不少 再之后就是它两个挡的毛病隐患就出来了 最后它已经不过来了 到处都有毛病 白棋利用攻击黑棋把左边围住了 还是黑棋没注意后保吧 北白棋进攻获利比较多 你看其他地方呢 你看其他地方呢 你看我看下来它吧 嗯 嗯 是不是是不是换账号了呀 A14 啊 那看A28登陆 然后没下棋 啊 A28 我们现在是高一组了 啊 是 嗯 嗯 嗯 上回赢四盘就省了哈 嗯 侥幸有点 小分还是挺小分 其实 水平都差不多 嗯 上回好几个人都赢了四盘 可能倒数第一是不是也能赢三盘呢 至少赢两盘是吧 倒数第一啊 倒数第一 他成绩是一分不得 但是他刚才在网上说 他本来是赢一盘的 后来有个小孩跟他说 让他输 让他输算了 所以他就全输 就是那个朱一凯 原来跟你下过棋 那个 啊 朱一凯 那他这 啊 他全输 反正对大家也算公平了哈 哈哈 这怎么让他输算了 那个小孩我怀疑就是A23 A23 A23怎么了 是A23 那样的吧 我刚才看了一下起步 就是他的像 盘面7米的可能小败 他一盘不赢也挺公平的就是 嗯 他就是就是怕他 他 他选择性的放水呢 就不公平了 嗯 因为水平都差不多 对了 可能 可能 其个人 有 有五六个 四五个都是赢 四盘左右的 那人 就原来有一回你说的 你T是谁 云川是谁啊 下棋 那个 真落水之神 真落水之神 就是那个对手 他那个对手 现在没时间下 他爸在下 啊 真落水之神 我就 我以前是看王老师的棋谱里 骑骨石掉出来了 又看见他后来底下那个 什么真落水之神 然后掉这的话呢 老师以前在网上给我们发过 落水之神 所以我估计就是他 真落水之神 啊 他还下呢 我都好久没联系过了 他也在高二组啊 不是 那个 要你 要你下的 啊 那对手 我知道了 嗯 对手应该棋里也提高了吧 这都过意 他没下 他就是他爸下的 啊 就是那个 一盘没赢的 这是他爸 嗯 那估计也正常了 嗯 这水平差一点的 这里边赢一盘棋都很难 嗯 嗯 第一盘你活胜了啊 而且就下160手 嗯 嗯 高一组不知道水平上差距大不大 估计也不会太大 嗯 因为他绝对强的 绝对能赢这些人的 他可能就不在这里玩了 嗯 我看的话高一组的第一名 还说不 还到高一组的正数第一 还不一定比高二组的倒数第一强多少呢 是不是 还是强些 不可能不下太多 神经百战 神经百战 嗯 他毕竟是从那里升上来的 应该还是可以吧 嗯 这个上来是这样 然后白棋挂黑棋加 然后白棋挂黑棋加 嗯 这好像怎么走呢 加高二点高加的 二点高加的 二点高加的 有不好的地方就是 黑棋不好硬 就白棋简单跳的话 嗯 然后白棋就是这样 嗯 这棋咋下呀 如果是小间呢 黑棋走这边 这好像总是 现在来看黑棋还行 嗯 这棋感觉好像白棋有点被动呢 那现在就直接小间 是不是好一些 啊 他如果还是飞的话 就不脱退了 走这个 这样 那避开 避开他进攻了 这样也行吧 嗯 嗯 嗯 拖一个感觉有点被动 这样走 嗯 顶一个不知道怎么样 顶一个 不能连班 如果能连班还行 连班不行 嗯 嗯 实际上班这个 这样我感觉黑棋好下一些 白棋不好办呢 然后白棋直接脱鲜了 可能也不好走了 对吧 右下感觉还是黑棋好下一点 之后是这样 嗯 嗯 嗯 让黑棋被控去了 反正黑棋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攻击白棋 是飞将来也挺大的 黑棋就活了 白棋就没有眼了 飞一个也行 嗯 实际上他先违控 嗯 但是飞白这么一点挺 挺 挺难办 这样白棋已经便宜了 对了黑棋即便再吃 效率已经变低了 本来能半战的 等于 等于 黑棋半战就没有了 等于 嗯 右下就都不走了 嗯 感觉是飞还是挺大的哈 嗯 这个 飞完黑棋就活了 嗯 但他可能对于攻击白棋也没有信心吧 我让后来被我瞎了 后来 他那大飞又感觉有点 脱离转场了 如果 先在这走过来 等白棋走的时候 顺势再补应该效率能高一些吧 嗯 自己补一个 被这一点被白棋便宜了 之后 哇 白棋 白棋不是简单的这样走 而是 直接点到这儿去了 反方二分应该彻底破了 这样 双方 白棋 双方都得逃跑了 嗯 但是点好不好也不知道 嗯 毕竟白棋右边也没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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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这个跳喊 是不是 分手就好一些 都差不多吧 这样速度不快些吗 放了点后续 啊 立这儿了 这招挺有想象力的 就是 就是 他不敢走避走避 别担心白棋将来立个油棋 嗯 立在这儿 反正 反正 白棋那个点总是占便宜了 嗯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滑标了呢 嗯 白棋是正过来 这个也是 要点 那黑棋 黑棋这个利益 是不是又脱离转场感觉 白棋哪儿 我让当时也晕了 我还以为他滑标了呢 我以为他会跳出去 然后我跟他来 争相跳舞 跳舞台 跳舞台 嗯 现在应该这一代都 双方都应该出头啊 嗯 他实在竟然去猎那个 这头被震过来 这个黑棋要吃亏啊 这两下挺大的吧 黑棋还没完全火 这样白棋应该有些优势吧 但是 木树上可能 木树上黑棋还蛮多的 时空我看他太远了 时空 黑棋下边和上边围的挺大的 还换几圈吧 他几乎是 看见了 右边黑棋活的怎么样 还有左边 能不能轰个大 他后边我一 我看一时也不太好整 于是我就索性先不管 张位的很坏 所以我一时就先不管 嗯 白棋这么多也是够强的 竟然能这么下 嗯 这个 看起来白棋有点勉强 这个 可以吃 吃 家 嗯 这个 这个白棋 这招是挺难想到的 第一感是凉训 这应该是第一感 实战 白鞋也就空都不要了 我还要空干什么 然后是这样 这棋白鞋也挺难下的 现在黑鞋只要活了 实地就挺不错的 嗯 白鞋比较难下 黑鞋把右边补了 那就是 那就是看左边能不能吃了 吃不了可能空就危险了 白鞋只有全盘可能就 四十木鞋 黑鞋 黑鞋 黑鞋比白鞋应该多 就多挺多的 嗯 嗯 然后 做火 难道后手死吗 是后手死了 哇 这黑鞋是 双方各自有各自的判断吧 黑鞋还不放过下面 就是 黑鞋现在活也不一定 赢不了是吧 他活了 我就把下面给抢了算 这样还不一定是吧 嗯 他也随时惨动了 那走这个 这是 认为火了 哇 这对杀还是挺复杂的 最后变成杀器了 他没想杀赢 嗯 嗯 他左下 刚才铺 铺也不行 应该铺一下吧 铺一下至少还能 紧 气好手点 是吧 因为我拔肉 我本身已经崩了气啊 我在挡到那个 应该也能杀赢吧 嗯 差不多哈 嗯 嗯 我即使不跟这里对杀 我跟下面也可以对杀 嗯 嗯 后边 还是需要一些计算力的 有点乱的 他应该是以为那里已经活了吧 所以我还 成了吗 不能活 嗯 嗯 可能 可能还是得补一手吧 这样的话 不知道怎么样 嗯 嗯 黑系还能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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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十二十三十 白系大概还是四十木齐吧 黑系上面十二十三十 正好黑系还行呢 是吧 嗯 他准备带给他 那我们玩 实际上当时 他无准备会这样 我带到上面想办法 嗯 如果黑系没有毛病的话 时空还是挺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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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去右下着好像 白系亏了一些感觉上 太重了 嗯 嗯 这儿太重了 还没火 嗯 嗯 他间点也是 挺强的 嗯 右下不知道怎么动手 就是 白系可能也不肯跳 跳损失地 嗯 嗯 他这个 自己围可能不太好 嗯 如果能通过威胁白系 顺势围会好一些 后来白系这个点挺强的 但是 他这个 跟那大飞一样 感觉又是有点头去专场了 结果这头被震过来哈 总是 白系还行 但是下着下着 白系空还 嗯 嗯 白系阵是 得到一些中间的势力 但是实地上 黑系还是保持优势 只要黑一下边这空围的效率有点高 嗯 再加上其他地方 每一部鞋都是走在空上 嗯 走到这儿 嗯 嗯 这分头火了 白系是 空上肯定就不够了 后来压的话为啥没顶住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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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高师傅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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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动起来,空间不小了吗? 这个实地差的肯定越来越多了,因为这等于又老了好多实地 白旗搬过来实际肯定又亏了不少,因为如果这样走,当然这脚边本来是白旗的,而且先手 实弹等于是,等于黑旗逆手了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本来是白旗先手能围的,可能能围到多实木旗吧 后来,后来就是黑旗回到这儿去,就等于,黑旗至少逆手了个实木以上的大旗 就是这样白旗时空,肯定远远的更不够了 嗯,所以这时候白旗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白旗没有退路了 黑旗这地方,反正你这时候也是够自信的啊 嗯,这地方看着好危险的,是吧 白旗好像也没说一定吃它,是吧 因为我当时实际呢,也挺没把握的,直接硬是猛托上去吃它旗,不会是挺没把握的,所以我在下面找指导先用 嗯,假如吃小了,还不一定行,是吧 嗯,也是挺担心,吃小了是不是也不一定,我还是有些担心 吃了应该总还行,好像 嗯,而且我觉得挡得多,它下面又全是味了 那既然能吃,白旗前面为啥没吃呢 双方也,双方也是都没看清反正,是吧 在互相试探,我们当时都快5秒了,我已经5秒了,它还剩2分钟 嗯,那白旗这时候想吃,跟后来也是一样的,是吧 下面没那么多仙手,它外围可能有冲断之类的席之类的 它断上来了,那我将来一段打一个,贴就是仙手 打一个也是,鼓打一个也是仙手,就可以留很多仙手 嗯,白旗这里,嗯,不提不行,是吧 那边上说,我跟我对啥 那,发展 嗯,它下边是,你是,思考 嗯,你离得倒 也挺复杂,是吧 嗯,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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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最后白旗计算还是相,相对要准一点,把黑旗吃掉了 嗯,黑旗这个,利和大飞感觉大局上,嗯,不是最急的地方 嗯,白旗右边这儿,这个点好坏,现在很难说 嗯,因为之前左,之前是先跳过了,是吧 嗯,之前已经跳过了,就是下边的空已经损完了 嗯,那右边再去火,就 嗯,嗯,把双上都不着急吧,这个,嗯,所以白旗也是 是,挺想往这边走的吧 我想把眼泪破光,要让,嗯,然后一起跑,我自己已经确定火起了 然后做这个 嗯,好坏难说 嗯,因为之前这个跳跟飞交换过了,所以右边再火,感觉跳实地也是损了一些的 嗯,后边就比较乱了 嗯,嗯,白旗如果是 放黑一火,不知道怎么样 嗯,这样,反正也是一盘棋吧 嗯,实在,这样,放黑一火,应该也能下的,是吧 嗯,实在,这样,嗯,反正白旗风险也是扣大的,就是 嗯,但最后成功了 嗯,好,那你看其他地方呢 嗯,拜拜 嗯,好,摆到这儿 嗯,好,摆到这儿 看尽了